香港西北部的米埔及内厚海湾湿地 是东亚至澳大利西亚候鸟千飞区的中途站 每年冬天都有约六万只候鸟来此落脚 或是中转补给 或是留下月冬 这是米埔最热闹的时节 流鸟们迎来了新朋友 白鹿家族是香港常见的鸟类 他们在浅滩上等待猎物靠近 新朋友们自备餐具前来 反嘴鱼尖端上翘的长嘴 像一双筷子拨开水底的泥沙觅食 黑脸皮鹿需要靠嘴巴的触觉感知食物 大汤匙不停搅动水面 收获泼风 他们的动静惊扰了白鹿的猎物 但这不会影响和平 因为丰饶的湿地上 最不缺的就是食物 饿盘缓在湿地之上 这种鹰类精通抓鱼 构造特殊的爪子是捕鱼的利器 它正准备享用大餐 没有留意到背后的偷袭者 米埔 毗林深圳河河口 面朝厚海湾 滩土 鸡围 鱼塘和淡水池塘 分布齐上 大片芦苇丛和红树林 在周边环绕 多样化的生静 为四百多种野生鸟类 提供了栖息地和丰富的食物 淋下水生动植物丰富 常见皮嘴鸭和赤颈鸭等鸭类的混群 在水面觅食 住在红树林里的斑鱼狗 喜欢到开阔地捕猎 这种翠鸟毛色黑白相间 捕食技术高超 可以悬停在水面上空 发现猎物后 直插入水捕捉 雄性斑鱼狗通过赠送食物表达情意 它贴心地将鱼头朝外送出 以免鱼塞刺到妻子的喉管 斑鱼狗夫妇享受着小家庭生活 如此则喜爱群聚 他们的羽毛不防水 结束捕猎后 常常群栖于树上 一边等待翅膀风干 一边抬头望天 远处摩天大楼引领着天际线 见证着群鸟的冬日之约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 在香港临次致笔的楼宇间 常见到一种猛禽 黑鸢 黑鸢在香港被称为麻鹰 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香港人口密集 黑鸢密度一居全球之首 每年冬天是黑鸢出没的高峰期 本地流鸟与来港越冬的黑鸢相加 数量接近两千只 人与黑鸢各自占据一片空间 互不打扰 相处和谐 黑鸢整体呈褐色 戴着黑色眼罩 飞翔时 左右翼下各有一块大的白斑 飞语分叉 像风筝一样在空中翱翔 香港市区主要集中在沿海区域 冬季城市气温高于野外 会形成上升气流 黑鸢借助上升的热气流 在空中盘旋 更方便捕猎 在城市长期定居 稳定的食物来源非常重要 除鸟类鱼类和城市里的动物腐蚀外 人类的厨余垃圾也是黑鸢钟爱的佳肴 黑鸢性格贪玩 白天 他们乘着风在天空玩耍 空中的漂浮物或者地面的垃圾 都被抓来当玩具 一张纸巾就能玩上半天 即使到手的是美食 也不着急吃掉 自娱自乐般玩起抛街游戏 黑鸢间经常争抢食物 勇者无惧挑战 漂亮的回旋 不出几招便巧妙必敌 面对抢食者 黑鸢风姿稳健 但独享美餐时 反而出现了小小失误 还好没有被同伴看到 高楼林立的香港 玻璃木墙多不胜数 常有黑鸢撞上透明玻璃而受伤 也有黑鸢在光亮洁净的墙体前 久久停留 不停变换身姿 仿佛是在观察玻璃之后 人类的生活 玻璃仙峡位于香港岛半山区 有一片完整的森林 是较大的黑鸢夜期地 太阳落山前 黑鸢聚集到这里休息 夜晚的集会 是黑鸢一天中最后的狂欢 夜风一起 他们齐齐出动 近百只黑鸢伴着月光在空中飞舞 十分壮观 夜色渐浓 跳完最后这支舞 黑鸢们就要休息了 而大都市里的人类 还在不知疲倦地忙碌着 夜色渐渐 风拂过香港 弥谱湿地的密林里 幼苗挂满枝头 这是秋茄种子 在果实内直接发育后 长出的胚轴 胎生苗 它们吸收着母体的养分 等待成熟后 落地生根 这种大树直接生小树的胎生现象 在植物界很少见 却年复一年 在米普的红树林中上演 米普离都市仅一步之遥 它紧连深圳河出海口 面朝后海湾 淡水与海水再次交融 海水涨落 形成广阔的潮间带 孕育着香港面积最大的红树林 潮水未至时 林木的根系显露在外 涨潮后 海水没过树干 仅剩树冠 飘浮在海面 与名字给人的印象不同 红树林并不是红色的树林 反而四季长青 它是由多种不同科树植物 组成的群落 因秋茄等红树科树种 占据优势 便被称为红树林 这些植物则被称为红树林植物 面对潮间带复杂的生境 红树林植物改变自身结构和生理习性生存下来 为应对风浪和松散的土壤 它们生出盘根错节的支柱根 深深扎入泥土支撑着躯干 在自我保护的同时 也保护海岸 免受风浪侵袭 为获取更多氧气 细密的呼吸根 努力向上钻出地面 为减少高盐海水的伤害 它们中有些植物的根系聚收盐分 将过滤后的水分向上传输 有些则通过叶片上独特的盐线 吸出结晶盐 还有一些植物 将盐分储存在叶片中 树叶脱落时 顺便把盐分带走 解决了生存问题 繁殖也需要智慧 高盐缺氧的环境中 种子即使不被海水冲走 也难以萌发 此时 胎生的优势就显现出来 秋且发育成熟的胎生苗掉落后 能顺利插进泥土 快速生根 即使落入海中 它们也能随波浪漂流到其他海岸扎根 除了直接生成胎生苗外 老鼠乐 铜花树等 则选择隐性胎生 它们的种子在果实内萌发 落地后 胚轴才伸出果皮生长 潮起潮落 海岸卫使红树林 用根系固岸护滩 以身躯抵御风浪 日夜守护着香港 海洋 海洋 一位温柔而有横心的雕刻家 勾勒着香港的二百多座岛屿 西贡半岛南岸 与梁船湾州的海道之中 有一处淡水湖 它是香港储水量最大的水库 万宜水库 水库东坝的花山山体 被海水切割 掉落一座小岛 名为破边洲 它被切开的部分 排列着无数根六角形岩柱 如同一架巨型管风琴 是中国香港世界地质公园 最具代表性的景观 六角形岩柱 是火山爆发产生的熔岩等物质 冷凝收缩而成 部分岩柱扭曲变形 展示着地球内部无穷的力量 香港的岩柱群总面积 超过一百平方千米 因岩柱数量多 直径大 分布面积广 加上独特的化学成分和岩石结构 成为世界级地质奇观 岸边 海浪长期而有节奏的拍打 形成海石洞 幽深的洞穴 又吸引海浪不断探入其中 与破边洲展现的鬼斧神功不同 坐落在赤门海峡 土鹿港海口的赤洲岛 因其红色的外观 赢得海上丹霞的美誉 我国已查明 丹霞地貌于千处 海上丹霞却寥寥可数 赤洲岛形成于约一亿年前 由于沉积物里的铁质发生氧化 使岩石呈现出深浅不一的红色 赤洲岛因此得名 红色的沙岩 粉沙岩 利岩等经过侵蚀 形成曲折的海岸线 和造型各异的其实 白富海雕 翱翔而过 似是来欣赏这不可多得的奇景 岩石上 黑色的铁猛树叶 诉说着地质的神奇 它不是植物化石 而是铁猛制水溶液 渗透进岩石缝隙后 经过流淌 蒸发 氧化而成的景象 它也许刚刚出现几十年 也许已经经历了 几千年的风雨 岩缝中 片片绿色 展现着顽强的生命力 它们被称为先锋植物 能在不良环境中萌芽生长 它们与铁猛树叶 共同为赤洲岛增添生机 海风总会停歇 飞鸟也知疲倦 只有海浪永不止息 蜂窝状洞穴 海石穿动 六角形岩柱 见证着大海 永恒的力量 人们印象中 香港是金融中心 购物天堂 很少有人知道 在距离市区不远的地方 有一个世界级地质公园 香港海洋面积辽阔 岛屿众多 海水参与地貌塑造 一座海岛就是一部地质教科书 海水参与地质公园 海水参与地质公园 回到2.8亿年前 一堆泥沙被冲入大海 沉在海底 更多泥沙和贝壳等物质压上来 开始了漫长的沉积作用 逐渐变成岩石 经过多次地壳运动 海底抬升 岩石或断裂或倾斜或扭曲 以多种形态 露出海面 裸露的岩石 在氧化和风化叠加作用下 形成不同特色的景观 至深岛上 人们会发出由衷的感慨 在时间和自然面前 一切都显得渺小 浅滩上 海浪带走了抗侵蚀力较弱的岩层 留下坚硬的岩石 像一条龙从这里 威移入海 马屎州本是座孤岛 漫长地质年代中 海水聚沙石成路 形成连岛沙洲 将它与陆地连通 连岛沙洲 是进入马屎州的唯一道路 掌潮时 部分沙洲会被海水淹没 马屎州附近的海面上 有一片鱼排 供游客钓鱼品尝海鲜 很多游客从海上直达鱼排 吃完海鲜后 再乘小艇到马屎州游览 马屎州岛是中国香港世界地质公园的一部分 它所在的新界东北陈基岩园区 展示着香港四亿年完整的地质史 园区东北部尽头的东平州 是香港离岸最偏远的岛屿 它如一弯新月 拥有香港最年轻的陈基岩 也是全港唯一可以欣赏到叶岩的地方 叶岩成分复杂 呈现明显的薄片状 东平州海域盛产海胆 小小的海胆附着在千层高斑的岩石上 不知道这盘点心的味道好不好 东平州南端 海石平台取代了沙滩 两座高高的海石柱 把守在入海处 岩柱上 叶岩层层叠叠的纹理 清晰可见 四打开的书页 记载着东方之珠的地质变迁 中国香港有一道特别的风景 流浪牛 昔日 他们作为耕牛而存在 随着香港经济转型 农田荒废 耕牛被放逐 四处流浪 大约有一千一百多头流浪牛 分布在香港各地 虽是流浪牛 他们在香港却是受保护动物 为解决牛群壮大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冲突 控制牛群总数量 香港鱼农自然护理署 有序为流浪牛进行绝育 并为绝育的牛定上耳标 香港有四百余平方千米的郊野公园 公园内常能见到黄牛与水牛的混群 还有牛被鹿与枝相伴 牛被鹿是蛇禽 却不吃鱼 平时它跟在牛的身边 牛吃草时经飞的昆虫 是它稳定的食物来源 它也喜欢站在牛背上 为水牛啄去寄生虫 这种互利的共生关系 在自然界十分常见 下雨了 水牛享受着雨丝带来的清凉 牛背鹿也沉浸在飞翔的乐趣中 在大雨山 一群水牛过着悠闲的日子 白天 它们在湿漉漉的草地上吃草 累了就找一片阴凉 边返厨边休息 牛背鹿和八哥是水牛的小跟班 它们成群结队跟在牛的身旁 轻轻松松就能吃到美食 差不多吃饱了 它们轮流飞上牛背看风景 机灵的八哥还会帮水牛掏耳朵 偶尔也有小小的意外发生 水牛却浑然不觉 下午吃饱喝足的水牛群向海边出发 欣赏日落美景 水牛的生活可不只是吃草看风景这么简单 水牛的日常踩踏使土地松软 泥水里的打滚嬉戏 则造出一个个泥潭 牛粪与泥潭成为昆虫等无脊椎动物的乐园 从而吸引各种鸟类前来捕食 米浦自然保护区引进水牛进行的湿地富裕研究表明 水牛有助于维持短草湿地生静 维持有利于水鸟栖息的环境 增加物种密度和鸟类数量 与人工管理方法相比 水牛起到的作用毫不逊色 水牛起来 暖湿的西南季风拂过香港 城郊的蜜猴们迎来了夏天 蜜猴被当地人称为马流 香港大约有一千八百只野生蜜猴 主要分布在金山郊野公园等地 因蜜猴众多 金山郊野公园又被称为马流山 炎炎库鼠中 坐落于马流山的九龙水塘 成了蜜猴们的水上乐园 从小在水边长大 他们个个是游泳高手 炎炎库鼠中 蜜猴和九龙水塘的友谊 已经延续百年 香港三面环海 淡水资源匮乏 二十世纪初 香港兴建九龙水塘来收集淡水 但周边生长的马前果实含有剧毒 一旦落入水塘会影响用水安全 于是喜欢吃马前果实的蜜猴被引入香港 成为水塘的守护者 蜜猴不会中毒的秘诀就是吃土 水塘边呈红色的土壤 含有洋离子、黏土和碳 可以吸附或代谢蜜猴肠胃中的毒素 使它们免于中毒的危险 完成使命的猴群 在这里落地生根 不断壮大 后来又吸收了当地放生的各类蜜猴 组建成热闹非凡的马流王国 吸水后 蜜猴急需补充体力 公园里茂盛的林木 是它们的休息区和大食堂 蜜猴约三分之一的日常活动时间 在蜜食中度过 树木的叶子 嫩芽 花朵 果实 和树皮 都被列入餐单 偶尔 它们也会捕食一些昆虫 约三十万棵人工种植的羊梅 白桂木 南酸枣等果树 为它们提供了丰富的食物 这是香港送给猕猴的礼物 也改善着当地的生态 吃饱之后 猕猴们互相梳理毛发 寻找藏在其中的结晶盐 来补充身体必须的钠离子 这有利于保持健康 也是它们联络感情的重要方式 晚风清凉 炎热渐渐褪去 温柔的暮色中 马流山逐渐归于静谧 中国香港 郊野与城市交错相拥 野生动物与人类和谐共处 聪明的黑渊 早已懂得大城市的生活之道 黑渊喜欢吃腐肉和垃圾 被称为大自然的清道夫 人类的除鱼垃圾是它们稳定的食物来源之一 2016年 西贡公众公众码头有新旧之分 旧公众码头每天都有渔船停靠 出售新鲜捕捞的海产 渔民在船上杀完鱼 便将鱼内脏丢弃在海里 引来黑渊取食 久而久之 渔民和黑渊之间达成了默契 港口最不缺的就是鱼 海中的活鱼是黑渊取之不尽的食源 黑渊飞行时 借助上升的热气流升空 梯形的尾翼不断摆动调节方向 便可盘旋于高空 黑渊视觉敏锐 水中鱿鱼的行动尽在掌握 锁定目标后 他迅速俯冲而下 伸出利兆在海面一掠 便将猎物牢牢抓住 最好的猎人也有失守的时候 这只黑渊也不例外 可能是码头上人多声杂 影响了黑渊的注意力 他尝试多次 好不容易抓到一条鱼 这条鱼显然不甘心成为食物 努力挣扎求生 挣脱利兆 从未经历过这样的失败 黑渊有一瞬间的愣神 他挥动翅膀向高处飞去 骚了骚头 骚了骚头 骚是尴尬 香港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 海岸线蜿蜒曲折 贪图 海岛 森林等生境 适宜多种鸟类生存 鹿鸟与黑渊 共同居住于西贡码头附近的小岛上 它们常常在觅食途中相遇 互不打扰 也很少争抢食物 或许在猛禽眼中 只有同类才是强劲的对手 西贡旧码头 多是渔船停靠 新公众码头 则停泊着许多私家游艇 游人在观景长廊 欣赏海岛风光 分不清是人观鸟 还是鸟看人 夜晚来临 海面浮光点点 渔民收工 圈鸟归巢 香港晚安 在香港大部教 自然护理区的山剑里 生活着一种不显眼的小动物 其身体背面呈褐色 喜欢藏在石块或水草下 与环境融为一体 它爬行速度缓慢 游动时将四肢紧贴身体 减少阻力 十分灵活 这便是香港 这便是香港唯一的 尤为两栖类动物 香港裸圆 它是国家二级重点 保护野生动物 是我国的特有物种 裸圆 因背上的力状突起而得名 与背部的保护色不同 它腹部有鲜艳的斑纹 这是一种警戒色 能在遇险时 帮它争取逃生的机会 香港裸圆 栖息在海拔一千米以下 水质无污染的山西地带 广泛分布于香港各地 和广东的部分地区 每年四月至九月 它们在西边的临下生活 藏身于落叶和石缝中 进入九月后 陆续由裸圆从陆地 向溪流中聚集 开启繁殖剂的精彩生活 繁殖剂的雌性裸圆肚子骨胀 里面有许多等待受精的卵 一只雄性裸圆正在向雌性求爱 香港裸圆求偶时 雄性不时用嘴和前肢 轻轻触碰雌性 并把尾巴弯到身体一侧摆动 一边展示尾巴中间银白色 或浅蓝色的条带 一边向水中释放信息素 雌性裸圆对另一半要求很高 很多雄性即使尝试多次 还是会以失败告终 这只雄性裸圆也不例外 植物玄垂的环境 是产卵的绝佳地点 水中的石昌蒲叶子里 已经有裸圆将卵产下 很快 这里就要迎来新生命了 香港裸圆产卵很有技巧 它们将卵产在水中 两片石昌蒲叶子的缝隙里 每产一枚卵 都要用后枝挤压叶子 确保卵被包裹岩石 雌性香港裸圆 有进食同类卵的习惯 为了防止自己的孩子 成为同类的美餐 雌性裸圆 常将叶片抱在怀里 保护卵的安全 一个月过去了 瘦精卵成功孵化出裸圆 幼体 它们长有六促花朵形状的体外呼吸栽 四肢已经发育完成 再过两个月 它们将变成父母的模样 爬上陆地 开启一段新的生命旅程 中国香港 气候温暖 一年四季都能见到蝴蝶的踪影 蝴蝶 是国际公认的高灵敏性环境变化指示生物 只有生态优良的地方 才能吸引蝴蝶入住 香港约四分之三的面积是郊区 多元化的生静和丰富的植物资源 为二百四十多种蝴蝶 提供了多样化的栖息地和繁殖环境 青斑蝶在甲果上忙碌着 这是一种豆科植物 它含有的生物碱吸引着斑蝶 青斑蝶正在为求偶做准备 生物碱的摄入 可以帮助它产生吸引磁性的信息素 提高自身魅力 虎斑蝶也来分一杯羹 它用足部、摩擦、精、叶、花等部位 以吸取更多枝叶 11月 成群的斑蝶聚集在凤圆月东 凤圆蝴蝶宝玉区 是香港和亚洲著名的赏蝶地点 它位于大布市郊 背靠九龙坑山 与沙罗洞河谷湿地 西建再次交汇 这里花草繁盛 加上围村风水林的隔离保护 是蝴蝶理想的栖息和孕育环境 凤蝶在香港十分常见 以玉带凤蝶最为知名 传说梁山伯与祝英台 化作世间第一对玉带凤蝶 形影相随 蝴蝶通常有六族 而甲蝶科却因前族退化 成为四族蝶 一只眼甲蝶在叶片上休息 它的翅膀张开是警戒性眼斑 收起则是保护色 像这只甲蝶一样 很多蝴蝶同时保留了警戒色和保护色 翅膀的颜色退化的前族 都是为了生存演化而来的特征 凤圆宝玉区种植了多种鲜花 供不同种类的蝴蝶取食 蝴蝶吃东西时分外专注 长长的口气探测到蝴蝶后 便会调动全身器官 配合进食 浑然忘卧 一只插尾太阳鸟出现在花间 它的会细长弯曲 偏爱选择管状桶状的鲜艳花朵 这些花把蜜藏在深处 吸引插尾太阳鸟取食 吸食花蜜 传递花粉 这转瞬间的行为 使花朵与蝴蝶 和插尾太阳鸟之间 延续久远的默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